星系的旋转方向是随意决定的,像抛硬币一样,毫无规律。 还是说,在这看似混乱的宇宙背后,其实藏着某种我们尚未察觉的深层秩序。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可能揭开宇宙运作方式的关键线索。 根据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的最新观测,科学家们发现, 在早期宇宙中,许多星系更倾向于朝一个特定方向旋转,而不是两边平均分布。 这一结果看似细微,却直接挑战了宇宙学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 宇宙在大尺度上应当是各项均匀的,无偏无倚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层层揭开这项惊人发现的科学背景, 看看维伯望远镜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何科学家们对此既兴奋又小心翼翼, 还将探讨这些旋转方向的差异, 可能如何颠覆我们一直以来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解和想象。 维伯太空望远镜的设计初衷, 是去捕捉那些在宇宙诞生初期, 由最早星系发出的微弱红白光,就像听见远方的低语。 它让天文学家得以窥视宇宙大爆炸发生后仅仅几亿年间的情景, 一个我们从未如此清晰看到过的遥远过去。 来自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借助维伯望远镜极为清晰的红白图像, 挑选并分析了263个处于宇宙早期阶段的星系样本, 希望从中找到旋转方向上的线索, 揭示出宏观宇宙结构的潜在规则。 它们所提出的关键问题是, 这些早期星系的旋转方向是否表现出某种统计上的偏好。 换句话说, 它们是随机旋转, 还是更常朝某个特定方向转动? 根据被称为宇宙学原理的基本假设, 宇宙在足够大的尺度上, 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 都应该呈现出相似的图景。 这意味着不存在所谓的宇宙上或宇宙下, 一切方向理应平等。 在这样的设定下, 我们本应观察到星系的旋转方向大致平衡, 一半朝顺时针, 一半逆时针。 任何偏差, 都应该是由于观测误差或统计上的偶然, 而不是某种根本的宇宙规律。 然而, 微博望远镜传回的数据, 却给了科学家们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 清晰地让人几乎无法忽视。 在所分析的263个早期星系中, 有158个表现出相对于银河系的顺时针旋转, 而仅有105个呈现出逆时针方向, 这个比例显著偏离了我们所预期的对称状态。 这种旋转方向的失衡, 并不是那种需要复杂数据模型才能看出来的微小差异, 而是一个直观肉眼可见的偏向。 事实上, 研究团队指出, 即便是不懂天文的普通人, 只要仔细看这些星系图像, 也能感觉到它们的旋转方向有一种不自然的清洁, 不需要借助复杂算法, 就能感受到某种方向性的偏好。 其实, 这并不是天文学界第一次对星系自转方向的分布产生疑问。 早在微薄望远镜之前, 就有灵星的观测提示, 星系旋转可能并不完全对称。 早期的地面望远镜观测曾发现一些轻微的不对称现象, 但由于受限于地球大气的干扰和观测精度的限制, 这些差异往往被认为只是数据、噪音或是局部区域的偶然巧合, 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 而这一次, 情况不同了。 微薄望远镜拥有前所未有的深空探测能力, 它所观测到的, 是距离我们130多亿光年之外的遥远星系。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宇宙刚刚诞生不久的原始状态, 这让整个发现的意义截然不同。 如果这种旋转方向的偏差连在最早、 最原始的星系中都普遍存在, 那么它就不再是某个星域的偶发现象, 而更可能是一种根植于宇宙起源的指纹, 暗示着宇宙本身或许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方向性。 虽然目前这些数据还不足以直接证明 宇宙存在一个明确的旋转偏向或宇宙轴, 但它已经抛出了一个宇宙学界无法回避的疑问, 我们所理解的宇宙真的是完全对称的吗? 难道在这浩瀚的宇宙中, 真的存在一个隐形的宇宙主轴? 一个可以在遥远星系的旋转方向中隐约察觉, 甚至追溯至宇宙诞生初期的轴心? 这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项发现的真正分量, 不只在于它揭示了某种异常, 更在于它挑战的对象, 正是现代宇宙学来以构建的大厦根基。 所谓宇宙学原理, 是现代宇宙学的核心假设之一, 就像是搭建宇宙理论这座高楼大厦的地基。 这个原理认为, 只要放大到足够大的尺度, 不管你从宇宙的哪个角落观察, 不论你看向哪个方向, 宇宙都应该呈现出一样的面貌, 即均匀, 又没有优先方向, 没有上下左右之分, 完全公平。 这一信条被写入了宇宙学的标准模型之中, 这是我们用来解释宇宙大爆炸, 宇宙加速膨胀, 甚至按物质和按能量这些关键现象的数学和物理框架。 可以说, 几乎所有现代宇宙理论都是建立在它之上的。 然而, 如果星系自旋方向真的表现出偏好, 那么这个基础假设就要被重新审视, 甚至推翻, 因为它意味着宇宙并非完全对称, 而是可能存在某种方向偏爱。 换句话说, 这样的发现意味着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有倾向性的宇宙中, 它不像我们曾以为的那样处处相同, 而是可能从根本上就不那么平均。 如果这一现象在后续观测中被进一步证实, 那将意味着我们许多基于对称假设建立的宇宙模型 都必须重新修正。 从根本逻辑到计算方式都可能迎来一次深层的更新。 面对这项令人震惊的发现, 科学界也在迅速行动, 多种可能的解释已经被提出, 并正在进行激烈讨论, 从宇宙本身的起源, 到我们看待数据的方式, 一切都摆上了台面。 其中一个大胆但并非毫无根据的想法是, 整个宇宙或许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带着某种旋转的属性。 就好比一团正在膨胀的云物, 如果最初有一点旋转, 它膨胀后依然会保留那份自转的记忆。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 那么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星系旋转方向偏好, 其实就可能是这种最初旋转的一种远古残影, 一种在星系形成过程中留下来的方向性印记。 这种宇宙自转理论, 甚至于一种被称为黑洞宇宙学的假说有惊人的契合。 这个前沿理论认为, 我们的宇宙可能并非一个独立的整体, 而是更高为宇宙中的一个巨大黑洞内部, 就像一个套娃中的内层世界, 而母黑洞的旋转就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内宇宙的基本结构。 换个说法, 如果我们的宇宙真是某个更大黑洞的内部空间, 那么那个黑洞自转所带来的角洞量, 就有可能在我们整个宇宙的星系分布和旋转方向中留下可测量的线索。 当然, 还有一种相对更接地气的解释, 也同样值得认真对待, 那就是我们可能看错了, 出现这种偏差, 也许仅仅是因为观测本身存在某种系统性的误差。 举个例子, 如果星系的旋转方向恰好使它们的光频率因为多不乐效应而略为增强, 那么这些星系在红外图像中就会看起来更亮, 从而更容易被天文学家捕捉到, 这就可能造成数据样本的不对称。 这种观测偏差可能在无意中放大了某个方向的星系数量, 给人一种它们更多的错觉, 虽然实际上它们的真实分布可能仍然接近平均。 如果最终发现确实是观测机制的问题, 那么这不仅关乎一个小细节, 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校准大量关于宇宙尺度和年龄的关键测量, 甚至包括对红移、光度距离等基础天文参数的理解。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解释, 还有一些更中间派的理论, 比如椭圆宇宙模型或偶极子大爆炸, 这些模型认为宇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方向性的差异, 而不必诉诸黑洞奇想或观测误差, 依然保持逻辑自家。 虽然这些替代理论没有黑洞宇宙那么科幻或者颠覆性, 但它们同样在挑战我们几十年来所依赖的, 那个宇宙是对称的美丽简约图像。 就像一幅画突然被发现有了清洁, 我们必须重新挂正它。 如果最终这些关于星系自旋的不平衡现象被反复证实, 那么它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据的调整, 而是对整个宇宙学体系的一次结构性重构, 从根本理念开始重塑。 事实上, 那个宇宙在大尺度上各项同性的假设, 几乎嵌入在我们对宇宙演化过程的每一个公式中, 无论是描述宇宙膨胀的速率, 星系团的形成机制, 还是大尺度结构的演化路径。 一旦发现宇宙可能存在某种首选方向或轴线, 我们就不得不回过头来, 从这些最根本的计算假设开始, 一步步重新思考。 届时, 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奇思妙想的理论, 比如宇宙自身在旋转, 或我们是某个黑洞内部的子宇宙, 就不再只是幻想文学的素材, 而将进入严肃科学家的理论模型中, 接受实证的考验。 这些新模型还能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大爆炸视角, 不再把它看作一个从虚无中蹦出来的孤立起点, 而是理解为某个更大现实中的一次物理崩溃事件的内部投影, 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面镜子。 即便最后发现这一切只是由于观测偏差导致的假象, 这个过程本身也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 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了数据质量, 观测手段以及对结果的解释逻辑。 如果我们误判了星系光的亮度或贫移, 那就意味着许多关于宇宙距离、时间尺度, 甚至年龄的关键测量可能都需要重新修正, 像重新校准一个走快了的钟表一样。 这也许还能为我们解答当前宇宙学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哈勃张力。 这是不同观测手段得出的宇宙膨胀率数据之间, 始终对不上的那道难题。 此外, 它也可能揭示为何我们在观察早期宇宙时, 总会发现某些星系看起来过于成熟, 比模型预测的更大、更亮、甚至更老, 仿佛它们跳过了成长阶段。 下一步的方向其实已经很明确, 科学的脚步永远是向前的, 只需一件事, 更多的数据。 要知道, 微博望远镜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它像一个刚睁眼的宇宙婴儿, 未来还会持续不断地向我们传回遥远宇宙深处的第一手数据, 帮助科学家进一步确认这种旋转偏差是否是真实的、 普遍的。 与此同时, 更多细一代天文观测设备即将登场, 比如即将发射的南希罗曼太空望远镜, 以及地面上的欧洲极大望远镜, 这些设备将以更高精度, 更广视野对这一现象进行独立验证。 这些更全面的观测将帮助科学家判断, 这种旋转偏差究竟是遍布整个天空的普遍现象, 还是仅仅出现在某个特定方向, 区域中的局部特例。 与此同时, 理论物理学家们也在紧锣密鼓地改进现有模型与超级计算模拟, 试图找出哪一种解释方案, 最贴近微薄望远镜所揭示的数据特征。 不管最终的答案是来自于某种全新物理学的突破, 还是某种我们未曾察觉的观测偏差, 或者两者的巧妙叠加, 这个探索过程本身都会推动我们对宇宙理解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微薄望远镜所揭示的星系旋转方向失衡, 不仅是一项惊人的科学发现, 它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整个宇宙的对称性, 起源乃至它存在的方式。 这段科学探索之旅才刚刚拉开序幕, 但它提醒我们, 在宇宙这样浩瀚的舞台上, 哪怕是一丝微小的旋转偏差, 也足以撼动我们数十年来构建的宇宙认知框架。 所以, 请继续保持你对宇宙的好奇心订阅频道, 未来还有更多来自宇宙深处的震撼发现, 等待我们一同揭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